這兩天呢 前這次被那個暖氣機 夜裡吵得簡直瘋掉了 整夜整夜沒法睡覺 一千萬我才一六歲 稍微看一下暖氣機就行了 後來太太也回來了 在二斗曼 我把暖氣機下面的風格關閉了 送到二六七 後來我感覺喉嚨痛了 喉嚨痛了以後呢吃了一點那個糖 日本的糖 然後吃了以後呢總感覺喉嚨上面 有那個碎線 石頭雜質這樣的 然後夜裡啊 暖氣機啊 溫度不大聲不大聲不大聲 就是不能啊 關鍵的那個噪音啊 把人現在搞瘋掉了 突然最近反應過來 那些鎮場來自是明亞加拉大瀑布的那個 那個城上 明亞加拉大瀑布的地盤啊 地底下 暖泌聲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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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極大的暖泌聲啊 這個 現在這個暖氣體現出來的就是那個 那個暖泌聲 惡夜不禁的潮啊 惡夜不禁的潮啊 有句話說啊 這個破解開的那個信息啊 正常就好轉了 鞋面 我發現那個 喉嚨裡邊 有那個像石頭雜質似的 誒?破解開了一個 人家加拉大瀑布 大瀑布那邊的事 喉嚨裡的那個雜質的感覺沒了 大家突然感覺到 那個 喉嚨裡邊正額又濃的那個聲音啊 就是來自靈界 尼亞加拉大瀑布那邊的聲音啊 我一看 很寬過的睡眠啊 很寬過的睡眠 再睡眠一下 啊 另外一個通道 另外一個通道正升過來 另外一個通道正升過來 嗯 升過來一個 然後 頂上就 啪一下子就 離開了 離開一個 啪一探探下來一個 整個就一大片 大得多 大得多 這樣流量就變大了 流量就變大了 好 那麼這樣的第一期工程 就完成了 第一期工程就完成了 是這麼一回事 是 聽到那個 表面上看起來是暖淒淒的聲音 實際上是大瀑布的聲音 是沒錯 是這麼一回事 好 知道了 再見 再見 好 再見